很高對不對 所以從營收、營業稅 從個人所得稅 從財產稅裡面 台北市都佔得很好的條件嗎 台北市的土地面積在全國多少 我不知道多少 我不記得的數字 但是台北市的土地面積不大吧 但是它財產很值錢對不對 如果你在新一季又要去買一瓶兩百萬 你在鄉下可以買什麼 偷天錯一棟對不對 你在南部一個偷天中 可能在台北買不到一瓶的廁所對不對 所以它的財產價值高 它的財產稅源就高了 那因為這些稅源是落差這麼大 你看有的都只在零點擊嘛 那所以呢 它的財產能力當然好嘛 台北市的財產能力當然好 等一下我會給你看 其實中央證還給台北市更多的錢 包括台北市以前不是不繳健保費嗎 後來都變成莊政 幫它繳健保費 真的 你看台北市佔了四成多 台北市人口 跟土地面積佔全國11%跟0.75% 人口佔全國的11% 土地面積佔全國的0.75% 連1%那麼大 但是它營收個人所得在均衡的5%左右 財產稅在都超過我們都更套一些以外 其他縣市的總統 這個稅源跟不均的情況很大 如果我們把稅源不均的情況掌握住了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的財政資源的分配要做某個程度的平安吧 是不是應該給一些發展比較落後的能力線 多一些財政資源去發展 我想大家一定都會有這種想法在裡面 那我們來看財政能力 財政能力很有趣喔 財政能力就基本上 我把它整理一下 財政能力就是自仇財源 除了中央給你的補助收入 包括統籌管的收入之外 其他你自己爭取的 其他你自己酬來的錢 但是不包括你去舉債用的 這個就叫做財政能力 全國財政能力最好的是哪一個 還原在這 第一名 金門為什麼財政能力最好 高粱酒 高粱酒對不對 你知道高粱酒一年貢獻金門限度有多少錢嗎 40億 台灣人喝酒能力很強對不對 很強喔 所以他們財政能力好到 像現在中秋節對不對 如果你的戶口在金門 他會大概給你幾項的金門高粱 配小酒對不對 高粱 我那天禮拜天去一個 禮拜六吧 去一個朋友家 他說他叔叔 從金門寄來三項的那個 金門高粱酒 我說為什麼他在高 他有高粱酒 因為中秋的配售酒嘛 那他一年就貢獻金門縣政府 40億的收入 那撇開這個特例 因為他自己有公司 第二名就是台北市 財政能力 除了離島出來 台北市是最好的 那有趣的是 台中市的財政能力呢 是 排第八個 全國人平均 大概就是台中市 因為這跟全國人比較好 台北市跟全國人比較好 人均呢 是比全國多兩萬 然後台中市 比全國的平均少了兩百塊左右 這最接近你就輸了吧 那人均財政能力 除了離島之外 最好是台北市 一人 每一個人 大概有三萬六的財政收入 一人 大概貢獻台北市政府 三萬六的 財政收入 那另外一個財政支出 財政能力 一人就跟地方財政的 融合有關 財政能力 大概跟你有財政能力 有關 那台北市呢 比鄰近的新北市要好 比桃園縣要好 好很多 台北市是新北市的接近兩倍 是桃園縣的 一半 其實我常常在講 台北市的財政很好 不是有對那種敵意 其實我現在 我在台北市二十幾年 我也是台北市市民了 我喜歡這樣講 你知道嗎 因為是李總統的基金會 辦一個研討案 那我講一講之後 就有一個舉手 他說那個 我後來才知道 舉手的人 是台北市的財政局長 他說我對台北市有敵意 我說有那麼嚴重嗎 然後我就聽他講 指名要我回答 他說台北市是其他縣市裡面 最認真在做財政努力的 我心裡OS想說 那你的財政 你的經濟的狀況好嗎 所以你的財政努力好嗎 你要去做財政努力 當然收得到稅 對不對 那其他地方 沒有什麼財政努力的空間嗎 我這個地方都是農地 農地又不課稅 那我要去哪裡財政努力 捕魚 捕一條魚 抽一百塊 可能嗎 不太可能嗎 然後他就講 他就舉個例子 他說台北市是全國唯一在推豪宅稅的 這我心裡就覺得 有道理 台北市全國唯一在推豪宅稅 因為台北市炒嘛 炒得最誇張嘛 所以要用豪宅稅去平衡它 我想有能力做豪宅稅 大概去台北台中這樣吧 然後他說其他縣市都不推豪宅稅 我想說那其他農業縣 可能可以推農色稅吧 農色太豪華 如果還裝電梯啊 農色還沒用池來了 可以課稅吧 可是那個財政價值也不高 也課不到什麼錢嘛 對不對 他就這樣問我 那主持人就指名要我回答他 然後那個又是自己當過 我自己又當過財政局長 就是同行嘛 他還提款 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其實如果是課豪宅稅 我是很早就知道了 因為有一天我回家寄了一個稅單 說我家列入豪宅稅的課程範圍 哇你知道我多高興嗎 不是我要角色很高興 我覺得我成功了 在台北我的房子竟然列為豪宅 不是以後可以賣錢而已 雖然自己住也不可能賣 代表我父母佔給我成功啊 對不對 那是讓我難過的事 過不到一個月就取消了 蛋子來說 對不起你叫我摔豪宅 那為什麼 很簡單吧 他不敢打幾面太大嗎 所以本來可能一萬棟列入豪宅 後來覺得打幾面太大很多人都犯了 所以變成一千棟列入豪宅 那我家就不在那裡面了 我就覺得我這輩子可能努力還不夠 就講個奇怪話好了 前一天無聊的看連社會的臉書 然後很多年有臉書的朋友罵 他說你是靠爸爸 然後支持連社會的人 怎麼回他你知道嗎 他說靠爸爸有什麼錯 要怪是怪你爸爸不努力 我聽了很有感覺 我覺得我應該努力一點 因為我兒子的同學會罵他 那財政回到我們